罗马书第十五章七节到十三节 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同生俗读 预备一期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使荣耀归于神 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指使 要证实所领许列祖的话 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 如经上所记 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 歌颂你的名 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 又说外邦啊 你当万民啊 你们都当颂赞他 又有以赛亚说 将来有耶稀的 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 外邦人要仰望他 但愿使人胖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 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阿们 我们低头再次祷告 恳求天父亲自赐福施恩 用你真理的道兼顾 更新 洁净 喂养你自己的教会 使你的百姓 因着听信你的话 心里火热 更加认识神 明白主的心意 并且靠着这个话 靠着这个信 能够胜过这个世界 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愿主恩待 你自己的百姓 也亲自 向你的百姓 彰显你自己的荣耀 同时也 悦纳你百姓 献上的礼拜 如此祈求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使徒保罗 花费了很大的篇幅 从罗马书一章到十一章 讲述了上帝如何在基督里称 罪人为义的这个事实 那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他从十二章一节到十五章 今天所读的十三节为止 就讲到了很多具体的与蒙昭德恩 相称的生活 也就是说具体的基督徒的伦理 虽然他不是全部 但是出于对罗马地区的教会的牧羊 他比较适切性的去讲到了一些原理和具体的问题 特别是进入到十四章 我们从十四章一节到十五章十三节 我们看到几乎用了这么长的篇幅 在处理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罗马地区弟兄姐妹之间 吃肉和吃蔬菜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一章到十一章里面 隐约已经处理的问题 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 在福音里面的地位蒙恩的方式的问题 所以前面我们也谈到了 保罗也谈到了说 吃的人不吃的人不要论断吃的人 然后吃的人也不要轻看不吃的人 然后也谈到了这个吃不吃 其实食物并不能让神悦纳我们 食物本来就是洁净的 那个认为洁净的就洁净 不认为洁净的在那个不认为洁净的人 本身就误会了 所以后面又谈到了 谈到了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在基督里面 告诉我们这些这个坚固的人和不坚固人之间的这样的问题 就是那些坚固的人要考虑到那些不坚固的人 也就是说吃肉的人也要不要乱用自己的自由 其实这个自由虽然是在基督里面赐给你的因着福音的真理 已经获得了自由 但是当你用这个自由的时候 你也要考虑到他人的感受 他人的益处 所以不求自己的益处 要求别人的益处 这就是基督教伦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 就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而是以他人为中心 所以这也是实戒教导的精神 爱临舍如同自己 爱别人的时候就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我不因为我自己 我反正自由了 我就一定要用我的自由 不用的话好像浪费了 不用好像就是显得我信心不好 然后结果我在用的过程当中 别人因我的自由 因我的感谢 别人软弱的话 如果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宁可暂时隐藏 不享受自己的特权和自由 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所以上一周我们谈到了这个问题 那这一周呢 七节开始就说 所以你们要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使荣耀归于神 那这里面出现了所以 那在这里面 所以实际上是对前面做一个整体性的总结 不仅是十四章一节到今天的本文为止 上周的这个十五章六节为止 讨论的这个吃肉吃蔬菜的问题 其实也可以说是整个罗马书的里面 已经蕴含的犹太人和外邦之间的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总结 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就是十四章到十五章的总结 有的学者认为其实比这个更大的 就是可以说是整个罗马书 当然更贴切的是作为近的 十四章到十五章这个问题的总结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可以把这段经文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结论性的总结 那他所说的这个内容里面 七节到十三节里面 其实分出了这样的结构 跟十五章一节到六节的结构一样类似 第一就是提到了吩咐 你们要彼此接纳 第二他就解释了为什么你们要彼此接纳 是我们在基督已经被基督接纳了 然后第三就是讲到了保罗的祈愿 那我们就一一来看 首先看第一吩咐 你们要彼此接纳 那么前面我们看到他谈到的是我们 然后说到你 你你你这怎么怎么的 然后他现在就是单指向刚强的人 或者是软弱的人 你坚固的人呢 不要轻看那些不坚固的软弱的人 你们这些软弱的人呢 也不要批评论断那些坚固的人 所以他强调的教导的对象不同 但是现在呢却说到你们 你们这个就不不止这是坚固的人 还有不坚固的人 而是两种人一起 所以这是对他们两两个阵营的人 所谓的坚固的人 在福音真理里面有信心的人 知道在基督里面已经获得自由的人 所以吃不吃无所谓的这个事情的人 他们是坚固的人 我们说绝大部分的外邦人 那所谓的软弱的人 不坚固的人是只吃蔬菜 觉得吃肉的话可能违背旧约律法 或者是根深蒂固的那个犹太教的那个观念 所以他们就觉得吃肉的话是得罪神 所以他们就只吃蔬菜 所以称他们为软弱的人 在信心的知识上不健全的人 在信心上是不足的人 所以称他们软弱的人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两种人一起 你们要彼此接纳 这是这个命令 首先我们看到这里彼此 不仅是指软弱人 不要论断坚固的人 只吃蔬菜的人 看见那些吃肉的人 心里就批评论断他们 这些人这么放肆 明明旧约里面上帝仅止吃那些不节制的动物 为什么这些人吃呢 明明这个在罗马社会里面 很多市场上卖的肉 可能都供过偶像的这种可能性很大 那这些人怎么吃偶像之物呢 肆无忌惮的这么吃呢 太不敬畏神了 太随意了 太放肆了 所以他们心里面看见这些吃肉的弟兄姐妹 就开始默默的心里面去定他们的罪 去批判他们 所以这里面你们彼此 不仅是指软弱的人 不要论断坚固的人 而且强调的是坚固的和软弱的人 相互彼此 彼此接纳 所以这里面就跳出了坚固的人 针对坚固的人教导 也跳出了对软弱的人的教导 而是对这两群人 你们彼此更高的一个维度 更大的范围 你们彼此要接纳 那这里面提到了接纳 前面提到了什么忍耐等等 这里的接纳不仅是忍耐 忍耐啥意思 那些软弱的人应该去忍受忍耐 那些吃肉的人 对不对 那些吃肉的人也要忍耐 这些吃蔬菜的人 对不对 不仅是去忍耐对方 不仅是要公开的承认 我们都是一个教会 承认对方是弟兄或者姐妹 承认 他在基督里面是摩文的 还要把对方视为家庭成员来看 你们要彼此接纳 接纳这种概念 就像我们去和某个人握手一样 一起吃饭一样 当时彼得到外邦教会当中的时候 跟他们一起吃饭 这就是一种接纳 从耶路撒冷来的教会的代表 初代教会的母会派来的人 能够跟外邦信徒一起吃饭 就是表示对外邦的一种认可和接纳 作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代表 觉得他们真的是 虽然是外邦人 但是是一同在基督里蒙恩的人 去接纳他们 跟他们握手相交的礼 就是认可接纳对方 把对方看作我们是有共同信仰的肢体 是这个维度 所以当这些弟兄姊妹在争论吃不吃的问题的事情上 保罗说你们要彼此接纳 把他融入到 拥抱到 作为我们家人一样 作为我们的一个分子 一个成员一样 这个就比单纯的忍受对方 忍耐对方 承认更广 更大 所以在这里面吩咐你们要彼此接纳 对于这些在吃不吃的问题上 在信仰上 在真理的认识上 程度不同 稍微理解上有些偏差 当然我们括号 这个是不是涉及到基督教核心本质的 这个无关紧要的方面的时候 我们要彼此接纳 这个我们中国人常说说是存 这个求大同存小一样 小的那个差异不是本质性的 无所谓可以互相接纳 我们等待忍耐包容期待 有一天我们在真理里面 共同的有一致的信仰 即便如此在地上的教会不太容易 或者说不太可能完全达到合一 一个教会里面人数少的几十人 几百人的上企 不可能在信仰的每个细节完全达到一致 顶多是核心的大的那个方向一致 每一个细节不可能都一致 但即便如此在这种不一致的次要的事情上 不一致的时候也要彼此接纳 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更何况这个什么中国教会 或在韩国的中国人教会 某种程度上非本质性的问题 什么敬礼 还是点水礼 婴儿洗礼 不赞成婴儿洗礼 这个都是次要的 这个不是本质性的 包括礼拜的仪式甚至也不是本质的 现在在中国教会当中有一些把非本质的东西当作本质 然后来定义是不是真教会和假教会 这个有点过激了 太激进了 太偏激了 所以不是本质的东西 不要当作本质的东西 因此造成教会的分裂 所以彼此接纳这个很重要 当然我们说的不是这个糊涂的 盲目的这个犯爱主义 什么都接纳 那些神的仇敌 神所恨恶的人 我们虽然从某种程度我们去爱他们 但是我们也要恨恶那样的邪恶 看到人亵渎神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有一定的愤怒 维护神的尊严的角度 我们看到这些不敬钱的人去抵挡攻击 毁谤神的名字的时候 我们也感到愤怒 或者是忌邪的心 对不对 看见一些恶的事情 我们也应该有公义的心 去恨恶那种恶行恶事 甚至是恶人 虽然他们的灵魂的问题 我们怜悯寻求他们的救恩等等 但是所以说基督教里面 核心的本质的东西 我们不能妥协 但是非本质的东西 我们应该存大同求小一 去彼此接纳 为什么 紧接着第二 他谈到了这种接纳的基础和理由 你们要彼此接纳 这是命令 吩咐 为什么呢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然后使荣耀归神 这里面说到如同基督接纳你们 也就是说我们彼此接纳的理由是 原因是基督已经接纳了你们 那当然这里面接纳 我们看到具体的解释 基督接纳了你们 这个你们和前面的你们一样 包括坚固的人和不坚固的人 也就是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 我们当然是属于外邦基督徒 那这里面他就进一步更好 在八节九节里面更进一步解释了 就是上帝如何接纳 犹太人和外邦人 正如基督接纳的你们 使荣耀归于神 第八节 我说基督是为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 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 上帝如何接纳你们 我刚才也说到了 这个你们是指前面这两群人 犹太 从犹太教当中悔改 信基督的犹太人基督徒 还有一种人是外邦基督徒 他们非犹太人 外邦基督徒 所以这两群人 你们要彼此接纳因为就像 应该像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那基督如何接纳犹太人和外邦人 首先看犹太人 八节说到了 基督为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 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 这里面受割礼的人 保罗的作品里面 保罗的书信里面 常常提到受割礼的和不受割礼的 就是指特定的受割礼的 就是指犹太人 上帝将割礼赐给亚伯拉罕 作为立约外在的记号 然后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就遵守了这个约 后来一直传到摩西时代 一直传到甚至传到今天 所以割礼成为他们遵守上帝的约 或者说作为神百姓在肉身上外在的记号 当然我们外邦人不受割礼 虽然有其他的民族 还有受一些割礼 特别是还针对女性也受什么割礼 这个是非人道的 很多个人和机构也在推动这种 反这种传统的 这种不人道的一种 邪恶的恶俗那样的运动 当然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受割礼的人特指犹太人 那么基督如何接纳了犹太人呢 基督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的人的执事 执事是中保执分的意思 是公的意思 那基督为犹太受割礼的犹太人 为真理做了执事 做了见证 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 犹太人如何被接纳的呢 这里面提到了应许列祖的话 当然包含亚伯拉 从亚伯拉恩开始 上帝首先简许亚伯拉罕 应许他他的子孙 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的多 然后他与他的子孙立约 要成为大族大国 万民要因他的后裔得福 然后这个应许渐渐地随着 以萨雅各等等 以色列摩西出埃及等等 不断地扩散 不断地更具体化 后来出埃及记之后 在西乃山下 再次立约 兼顾亚伯拉罕之约 然后就正式设立了 这个礼拜的 这个形式 礼拜的要求 他们成为出埃及 象征着上帝的救赎 蒙救赎的这些百姓 在神的面前如何礼拜 然后设定了一些的制度 礼仪 节气等等 律例典章 诫命 他们按照这种方式来礼拜神 作为蒙约的百姓 那后来我们看到 新约里面 马太弗一章一节里面提到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家谱 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 应许的成就 那一个后裔 保罗素特别 他看到西伯来书里面 记载 那一 你的后裔得福 这个你的后裔是单数 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 特指耶稣基督 他解释的时候 那个后裔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看到 应许列祖的话 借着基督万族得福 当然 福音先临到犹太人 保罗的讲道当中 常常他的书信当中 福音就凡相信 耶稣基督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外邦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外邦人 上帝应许亚伯拉罕 他和他的后裔 这分明是应许给犹太人的 但是不止于犹太人 这个待会我们会讲 但是首先是临到了 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犹太人 所以福音先临到了他们 很明显 像保罗所说的 什么荣耀的诸约 荣耀 尊贵 儿子的名分 什么律法 节气 都是给他们的 上帝先将一切的 礼拜的要求 应许赐福给他们 所以犹太人 当然是上帝 应许的承受者 当然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保罗在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 说到了不是所有的 亚伯拉罕的肉体的后裔 都是神的百姓 不是都是应许的后裔 不是都必然得救的 只有那些信心的 相信的 真的凭着应许的 那个后裔 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基督来了 他身为犹太人 玛利亚 同志女怀孕 玛利亚本身也是 亚伯拉罕的后裔 也是大卫的子孙 按照约瑟 法人 法律上的父亲的话 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所以他身为犹太人 来到这个世上 然后也是先将福音 在巴勒斯坦地区 在加拉利 在耶路撒冷等等 犹大帝 他传福音 做见证 这样的时候 福音先临到 他自己的百姓 所以 基督为真理 做了受割离人 这是证实所应许 他来了 证实照着神所应许列祖 他也证实 证实呢 怎么说呢 这里面的真理 也可以说是真实 或者是信实 所以上帝是信实的 他照着他所应许的 基督来了 来先将福音传给犹太人 受割离的人 这是第一点 福音先临到犹太人 应许列祖 犹太人的列祖 包括第一代 包括耶稣的弟子 基本都是犹太人 对不对 目前为止 我们知道的 基本都是犹太人 所以福音也借着 耶稣这位犹太人 包括他的弟子 犹太人 初期的 这样福音传到外邦 这是第一点 所以说 犹太人 因着基督来 因着基督的中宝 他们被接纳 成为神的百姓 所以我们要注意 亚伯拉安的后裔里面 有一部分人是不信的 耶稣那个时代 有很多犹太人 不抵抗反对 耶稣的教导 不信耶稣是 弥赛亚 有一些人 少数的人也信 耶稣了 包括门徒在内的 还是门徒之外的 一些追随耶稣的 犹太人 所以那个时代 耶稣在世的时候 尚且有绝大部分 不信的犹太人 和少数信的犹太人 对不对 耶稣复活升天以后 门徒传道的时候 使徒们传道的时候 也是少数的犹太人 也追随 这个福音的教导 所以在犹太人当中 有承受应许的 证实了神的信誓 神对亚伯拉安的应许 你的后裔 那个蒙应许的后裔 因着那个后裔 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 要蒙福 所以第一代的犹太基督徒 他们承受这个祝福 所以证实了神的信誓 在基督里 犹太人归向主 所以丢子们要澄清这个概念 我们过去认为 犹太人自然而然 就是神的百姓 因为在西乃山上 神不是与他们立约了吗 后来我们仔细读 整本圣经教导 关键不是亚伯拉安 生出来的孩子 都是神的后裔 圣经给我们指明 圣灵戒之圣经的记载 指明了亚伯拉安肉体的后裔里面 还有以士玛利 他被撇出在外了 虽然以士玛利的后裔里面 将来也会信主的 但是至少从那个时候 撇了 指以萨 以萨生了雅各和以嫂 以嫂就象征不信的 就被排除在外 雅各被拣选了 雅各的儿子里面 也不是所有的人 那些雅各的后裔 大概有二三百万 被成年二十岁以外 拿兵器的人是六十多万 整个核算了二三百万的人 在西南山下的那些人 不都是信的人 希伯来书作者解释说 那些人不得进入安息 是因为他不信从 所以可见很多人不信 他们不都是真的 亚伯拉安的后裔 血统上是亚伯拉安的后裔 但是在属灵上 他们不是神所应许的 那个真正的亚伯拉后裔 唯有信心的人 信从的人才是 所以我们要澄清 这些罗马地区的 阅读罗马书的保罗 写给他们的这些 犹太基督徒呢 保罗说 你们在基督里被约纳 已经被基督约纳了 这不是废话 这就打破了 犹太人固有的观念 我们生下来就是受割离的 我们生下来就自然的 作为血统上的 有律法 有礼仪 有什么 这个主后70年圣殿被毁了 被毁之前还有什么圣殿 伊卢撒冷的人 当然是跟圣殿没有关系了 除非他们一年一次上伊卢撒冷去 在罗马的 当然跟伊卢撒冷 这个圣殿没有关系了 对不对 所以总之呢 他们凭肉体 那种概念打破了 罗马书里面讲 犹太人和外邦人没有什么区别 犹太人也是生在罪下 也是背腻顽梗的 也是不信神的 所以他们也是要靠耶稣基督诚意的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守律法 守礼仪 可以得救的 所以犹太人也是要靠耶稣的 因此在这里面讲 你们在基督里面被接纳 基督既然接纳了你们 这是强到了 既然基督接纳你们这些罪人 受割礼的 前面一章到十一章 其实谈了很多犹太人罪 你发现保罗的书信里面 很多的重点都在批判犹太人 让他们学习谦卑 不要靠肉体 夸口 不要靠律法 夸口 不要靠什么圣殿 夸口 不要靠割礼 夸口 不要靠血统 我是亚伯拉安的后裔 就夸口 让他们知道 真正在神的面前 是靠基督 获得儿子的名分 所以就把这种 西乃山之约 和哥哥他十字架上的新约之间 就形成了一个 有个差异 连续性和不连续性 所以他们广靠摩西之约不行 还得靠新约 基督 广认识摩西不行 因为摩西也是为基督自见证 所以要信基督 整国那些信的受割礼的人 他们就靠着基督被约纳 不是靠着摩西和亚伯拉罕 肉体的关系被约纳 所以在这里面说 基督约纳你们 先讲了第一批受割礼的犹太人 乃是靠着基督被宣约纳 第二 九姐 不但如此 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 这个他就是指神 神真理做了执事 证实神应许列祖的话 这个外邦人因这神的怜悯 因这神的怜悯 荣耀神 那这里面简单的说 就是外邦人 德语与先蒙昭的犹太人 在荣耀神 礼拜神的事情上有份了 以前是神的百姓 你们要荣耀他 那是先福音 先临到亚伯拉罕他的后裔 律法先教导给他们 礼拜先给他们的 外邦人还不知道礼拜 是吧 上帝还没有向这个外邦 明确的启示 那位救赎的神 外邦当中 当然神 见着可造之物 罗马书一章里面所讲的 神的存在有能和神性 一般启示里面 当然知道神的存在 真神 对不对 但是外邦人 绝大部分顽梗悲逆 随着自己的情欲 去拜的是假神和偶像 中国人拜的神就多了 对不对 福建什么妈祖之类的 对不对 靠海吃饭的有拜的神 靠矿 靠木材 靠山 什么靠做生意 这个关公啊 这个拜的多了 这个中国人的神太多了 什么外来的神 还有这个中国人传统当中神 甚至动物 什么蛇仙 什么宝家仙 什么狐仙的 是吧 什么都可以成为神 数如果几百年的 在拴上红绳 认个干妈 拜一拜 什么保平安 对不对 然后甚至死人也成为神 透过献猪头 馅馒头水果 哄着他 让他保佑我们 其实都是一些 这种巫术和神 这个不光是迷信 是信仰是吧 他们所谓的那种 民间的那种信仰 假神 那重要的是 从救赎的历史 启示的进程来看 原来认识神 敬拜神的特权 先给了以色列人 教导他们如何礼拜 他们成为外邦人的光 他们成为君尊的 祭司的国度 引导 作为礼拜神的一种模范 引导列邦去敬拜神 这本来是神给以色列人 犹太人的特权 让他们 透过他们 教导外邦人如何敬为神 但是他们在这个世上 失败了 所以透过基督 真以色列人 来成就了这个事情 所以之前 外邦人是不认识神的 跟敬拜神是无关的 所以保罗说 荣耀 诸曰 什么 应许 列祖 都跟外邦人没关系 都是他们的 是指以色列人的 犹太人的 所以外邦人是旁观者 当然从神的这个救赎计划 是先领给以色列人 犹太人 后到外邦人 这是神 先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要透过他们福音 领到万邦嘛 所以亚伯拉罕之约里面 其实已经包含了 这两群人 你们所包含的 犹太人和外邦人 万族 万邦 必因你的那个后裔得福 这个万邦 已经包含了外邦人 所以上帝的救赎计划 恩约 从来就不是单单 给犹太人的 先给犹太人不错 但是透过犹太人 神终极的计划是要 让列邦当中 都有人来 应着信基督 经历基督的宝血 被圣灵感动来 敬拜神 所以在启示 救赎计划 在历史当中展开的时候 先领到了犹太人 外邦人那个时候无份 所以那个时候 外邦人还没有权利去 也不知道去荣耀神 敬拜神 但是九姐说 并叫外邦人 以上帝的怜悯 外邦人都是罪 迷信 拜偶像 悖逆的 因着上帝怜悯 他们 福音领导他们 上帝的呼召 领导他们 让他们得以 因信基督 得以荣耀神 来礼拜神 归荣耀给神 成为神的百姓了 能够参与神的荣耀 认识神之后 称神为神 尊荣神 照着神所当受的尊从 送赞 敬拜 祷告 去求告他 归荣耀给他 原来是无份的 瞎忙活的 在自己的文化传统里面 拜着各种假神 但是有一天 福音光照他 唤醒了他 他归入到 这个犹太基督徒的 敬拜的行列的里面 归入到犹太人 来敬拜神 所以福音里面 也包含了外邦人 基督里面 已经因着基督的血 外邦人得以亲近神了 以弗所书 保罗写的信 以弗所书里面说到 你们曾经远离神的人 如今借着基督的血 耶稣基督的血 已经得亲近了 以前是被称为 未受割离的 外邦的 无分无关的 但是今天借着基督的血 因信基督 基督的血 洁净我们 拆毁了 我们和神之间 罪业的党强 我们得以 与其他神的百姓 特别是以色列百姓 得一同进入到知识所 来亲近神了 所以外邦人被收纳到 荣耀神 礼拜神的行列当中 有份于神的荣耀 这是因为基督的缘故 所以总结下来 总结下来 无论是犹太人 还是外邦人 其实他们都是 借着基督 被神接纳 被神悦纳 然后得以参与到 归荣耀神的 这个事情上 无论是犹太人 还是外邦人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一句话 实际上总结了 本书 罗马书的 一个核心的主题 上帝借着福音 将外邦人 带入神的百姓当中 神的百姓 就是指犹太人 外邦人 带入到神的百姓当中 借此成就了 亚伯拉罕之约中的应许 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那一个后裔是基督 先是犹太人 后外邦人 犹太人因信基督 荣耀神 外邦人因信基督 也荣耀神 亚伯拉罕的应许 就在基督里面 得以成就好 所有在基督里的 被神 借着基督被接纳的 犹太人和外邦人 他们都是 亚伯拉罕之约 应许的那个对象 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可夸的 犹太人和外邦人 他们都被接纳 是凭借着基督 在基督里被接纳 因此我们看到 这里面就说到 你们 要彼此接纳的原因是 就像基督 接纳了你们一样 基督既然接纳了 犹太人 外邦人 那同样 你们有什么理由 不彼此接纳呢 是这么回事 很简单的道理 因为在坚固的人和 软弱的人之间的屏障 在本质上 就是在犹太人 和外邦人之间的障碍 他们的障碍是 犹太人觉得 我们有隔离 我们有律法 我们有礼仪 我们有各种的 神的诫命等等 外邦人啥都没有 那他们要像 一开始 他们压根没有考虑到 外邦基督徒会议 是在神救恩里有份 后来看到圣灵降临 在他们身上 上帝用大能亲自证明 上帝也悦纳了他们 打破了彼得的偏见 后来耶路撒冷会议 也开始决定 原来外邦人 也是我们属于神 所悦纳的百姓 福音 然后甚至雅各做总结 原来圣经当中 已经早就提到了 外邦也要称颂神 可见福音 本来神的心意 就是包含了外邦人 不独属于我们犹太人 所以耶路撒冷会议里面 我们看到制定了一些 和睦的规条 但是也谈到了 其实接纳了 外邦教会的弟兄姊们 正式的承认了他们的合法性 他们也是福音里 与我们一同盟的人 他们之间的障碍什么 其实就是礼仪 这样的外邦人 我们有割离 我们又守这个又干那个 这些外邦基督徒就那么信 光那么信耶稣 就成为神的百姓 总觉得有点缺点啥 应该让他们受割离 或者是加上别的规条 是吧 然后就结果 这就成为外邦人 来到神面前的一个阻碍 差别和犹太人之间的差别 犹太人总觉得自己优越嘛 有律法嘛 有割离嘛 有先祖嘛 外邦人啥都没有 所以这种之间的 和和障碍 但是保罗的罗马书里面 一章到十一章里面 其实就要打破这个 靠血统没有用 靠律法夸口没有用 靠割离夸口也没有用 你们犹太人 虽然有律法 有割离 有亚伯拉尊 实际上你们跟外邦 没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你们也要 你们也是罪人 你们不能靠前面那些东西 在神的面前谋问 唯有借着基督 信基督的信 是吧 凡血统没有人 可以靠着律法得救的 靠自己力量 自己行为得救的 诚意的 所以实际上 你们和外邦人都一样 都需要借着基督 信基督的信 信靠基督的信 来神的面前 得以诚意 所以在这里面 他们俩之间的那个差别 就抹去了 障碍就抹去了 犹太人和外邦人 在上帝里面前 信基督这件事情上 都是公平的 虽然神福音传播的这个进程 救赎历史的这个进程里面 犹太人先听到了福音 但不意味着他们在神的面前 在基督里面比犹太人就 比外邦人就有什么独特的优越性 当然罗马书也提到了他们的一些长处 但是在得救的事情上 他没有什么可夸狗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在基督里 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障碍 实际上 借着基督的事工已经拆毁了 保罗清楚地讲明这一点 说基督成就了 神对犹太人的应许 八节 也将外邦人纳入到荣耀的行列 九节上半节 荣耀神的行列 所以那不但如此 我们看到保罗讲到这样的事情之后 他又引用整个旧约圣经去论证 去证明他说在基督里面 外邦人和犹太人都被借着基督接纳这个事实 那他引用的旧约的每个部分 旧约圣经 犹太人圣经里面有什么律法 有这个 当然也有历史 有这个我们现在分历史 律法 然后先知书 还有所谓的圣书 律法书我们就知道这个摩西五经 然后先知书就大小先知 包括 希伯来圣经 还包括那个历史书 也包括在所谓的前先知书 就是历史书的背景 我们所谓的历代志 历上下等等 然后 圣书呢 就是诗篇真言约伯记等等这些 所以实际上他的书目跟现在我们基督教的书目是一样的 但是他分划分的这个类不一样 区分不一样 那总之呢 他从这个律法 从先知 从圣书这个角度来处理 那么首先呢 我们看到保罗 这个引用了诗篇 十八篇 四十九节 有的学者说是实际上引用了 萨姆尔夏 二十二章五十节 其实都一样 内容一样 这里面说到 因此我要在外邦中 称谢你 歌颂你的名 那这是什么内容呢 萨姆尔夏二十章五十节里面 记载了大卫做王之后 特别是二十二章的第一节里面 说明了这个背景 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 他向耶和华念诗 也就是说 上帝兴起大卫 废掉扫罗 兴起大卫 扫罗一直想杀大卫 之间共存的期间 这两个人的张力 还有外邦人的势力 上帝使外邦被大卫征服 而且也惩罚扫罗 我们用惩罚这个词 击打扫罗 借着外邦人之手把他杀了 他早就应该退台的 他还坚持 上帝已经废弃了台 不下台 结果上帝废除了他之后 从大卫的角度 上帝使他的敌人和扫罗 都被制服了 扫罗是死了 然后外邦是被制服了 脱离他们的手 脱离他们的管辖 反过来是统治了 他们都禁贡给他 扫罗是死了 退下舞台了 历史的舞台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称颂神 那称颂的时候 其中就谈到了 因此我要在外邦中 称赞你 歌颂你的名 大卫 作为以色列人的祖先 所谓的这个 统一王国的 扫罗虽然是第一任王 实际上 这个大卫是更 更有资格的这个王 和身心意的王 他在称颂神的时候 他说到 他要在外邦中 称赞你 那这个话当然是 跟亚伯拉罕之约是一致的 上帝要让以色列人 成为这个 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 使列邦得福 所以他的这个祝福里面 透过这个领导外邦 而同时呢 也是摩西之约里面的这个祝福 君尊的祭祀要透过以色列民族 让外邦也能够 侍奉神 敬拜神的意思 引导外邦 作为中保那样的国家 那样的职份 所以大卫因此 知道神的心意 他说我要在外邦中 称赞你 不只是在 自己的民族当中 所以这里面就提到了 福音临到外邦 外邦有份 与神的福音的这样的内容 去证明 外邦人在基督里 被上帝接纳 这个事实是 旧约已经提到了 对犹太人 罗马教会的那些犹太基督徒 他们不愿意接纳外邦基督徒吗 心里面还犯嘀咕吗 是吧 要不要给他们隔离的问题 当然这个是 一世纪基督徒普遍的问题 虽然这个 然后第二就是 到底觉得他们吃肉不尽钱 他们就不肯接纳外邦基督徒吗 觉得他们有点不够尽钱吗 怎么样 但是保罗引用撒门之下 22章50节的经文说 其实我们的祖先大卫都提到了这个问题 旧约圣经在证明 外邦人被神接纳是早在神的旨意当中 那个时候已经提到了这样的预言 不仅如此 诗篇117篇1节也说 外邦你们当赞美主 万民你们都当称赞他 当然这也是大卫的诗 这里面说到了更近一步 前面说我要在外邦当中称赞你 我福音要传给外邦人 在列邦当中里拜你 外邦当中 那是这个诗篇117篇1节更具体的说了 是外邦人自己应当赞美主 然后万民呢 你们要赞美主 这就借着大卫的口再次预言 其实神的心也是在外邦当中使神的名字得到荣耀 所以就跟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话一样 并叫外邦人因他的 因神的怜悯 不配 却怜悯他 让他成为神的百姓 参与到敬拜神 荣耀神 称颂神的这样的行列当中 包括在神的百姓当中 不仅如此 前面是按现在说历史书 按这个犹太西伯来书 按西伯来那圣经是前先知书 萨摩尔记 然后这个诗篇就圣文书 圣书 然后生命记就五经了 最高的权威是五经 他们犹太人这个权威也是分极格等级 第一最高等级是五经 生命记三十二章四十三节里面说 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 这个更清楚了 主的百姓当然是指亚伯来的后裔 以色列人 犹太人 但是要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 就是说到他们也与主的百姓 所享受的主的恩典 救恩祝福有份 所以他们与神的百姓一起同乐 也就是说 摩西在写生命记的时候也在证明 也在证明神的百姓 外邦人被纳入到荣耀神的行列当中是合法的 所以在不断地教导这些有偏见的犹太人 你们不肯接纳外邦人吗 摩西尚且如此 大卫也这么教导 我们应该接纳 这是神的旨意 最后 以色列书十一章十节 这就是先知书了 其实包括整个九月圣经 耶稣基督复活 升天之前 对门徒说 这个摩西的律法 诗篇 先知书上说 指着我的话都要成就 指着这些事情来讲述神国的事情 所以可见这是整个旧约圣经 所以以色列书里面说 将来耶稣的根就是那兴起要治理外邦的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 耶稣的根我们根据新约和旧约学者的证明 我们知道这是耶稣的根 耶稣的儿子就是大卫 耶稣的根是指弥赛亚将来的那个大卫的后裔 从耶稣的学通里出来一个描迹 就是耶稣基督 那他要兴起来要治理外邦 耶稣基督的国 耶稣基督带来的神的国 他要治理外邦 神的国里面包含着外邦人 然后说外邦人要仰望他 仰望弥赛亚仰望基督 要礼拜他信靠他 所以无论是诗篇 还是撒姆尔记 还是生命记 还是先知书 其实都在谈上帝的计划当中 不只是犹太人为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百姓 也是透过犹太人 特别是耶稣基督 外邦人也被纳入到 这个敬拜的行列里面 所以在说服这些犹太人 你们要接纳外邦人 也是提醒外邦人 你们之所以蒙悦纳 乃是因为神的灵灭 神的信实 神在基督里面的这个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就是保罗在劝这两派人之间 彼此接纳的时候 说到你们两伙人 其实都是在基督里 基督接纳了你们 所以你们也要彼此接纳 这种接纳的根基是旧约圣经 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 所以他们手里拿的都是 这个其实是一本希腊版本的 希伯来文旧约圣经 所以引用旧约整个代表性的 整个旧约圣经都在教导 上帝接纳 上帝因着祂的怜悯 接纳外邦人 所以这些犹太人也好 外邦人也好 他们都应该在神的面前 彼此接纳 正像基督接纳了我们一样 所以呢 所以呢 其实从这一方面 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借鉴啊 一些借鉴 我们不是广看罗马书 查考一些历史性的资料啊 当时的教会有这样纷争 保罗只是处理当时的问题 其实这些书记载下来是 我们这些读的人 就在领受神的教训 对不对 上帝的话教导我们什么呢 我们在基督里 当然我们的身份是 虽然我们常常称那些 不信耶稣的外邦人 我们称自己是犹太人 一定要加上属灵的犹太人啊 我们不是血统犹太人 我们本身是外邦人 按照圣经来说 第一我们是外邦人 第二我们是亚伯兰属灵的后裔 信心的后裔啊 所以我们是这样的身份 那么因此呢 我们已经被借着神的信实 神的怜悯接纳了 那同样我们中间没有犹太人 是吧 大家都是外邦人 可能有朝鲜族人 有汉族人 包括新疆人 什么是民族的差 有韩国人 是吧 这个有这样的差异 但是这样的差异里面 产生分歧的时候 而且又是这个不是致命的 核心的分歧的时候 这个教训应该应用在我们身上 我们要学习 这个地上的教会 其实就在实践 学习神国度最终成就那个日子 对不对 地上的教会是天 这个上帝的国的一个雏形 上帝 我们周三晚上也讲了 要义是吧 那个神的国 借着他的灵和他的道 在我们里面开始扩张同志 克服我们的旧人的本性 和邪恶的私欲 让我们更多的去顺从 更多的去盼望那个真正的国 渴望神的统治 神借着他的灵和道 在里面统治 在我里面的统治的深化 或者是成圣 这个越来越成圣 越来越被神统治的同时 其实在地上教会 有形教会里面 我们彼此之间也是 因为不是神的国完全实现嘛 所以大家里面还是都有 在这个装修或者是工程 施工当中嘛 龙撒族武力 所以我们都不完美嘛 所以彼此之间一定会有分歧 或者说这个摩擦 彼此因着我的错误 给你带来伤害 因着你的失误 给我带来伤害之间 那怎么样去克服这个问题 思想基督是很重要的 在基督里 上帝透过基督 如何使这些人 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主 一信 一习一灵 一个盼望 同样的国度 同样的神 这样同样的基础 这个思想 这是本质 这也是最大的原则 这样的过程的话 就忽略那些 这个像汉毛一样 次要的那些肢解的差异 这个过程很重要 有的时候我们人会注重细节的差异 转不过来玩 所以有的时候就因为细节的分歧 结果造成分裂 这方面呢 这个我不是说韩国人不好 在韩国人很认真 但是韩国的教会有的时候 因着小的细节就奔得很厉害 广咱们合同教派什么 长老会就分了很多细节 然后这种现象在中国 现在也开始出现 我曾经去过山西某个地方 某个市 然后去到某个县 去那里面 我发现每个单独的独立的教会 每个教会是一个派 都说自己正统 然后都去批评别的教会 那种割裂 因为什么拍不拍手的问题 因着开口不开口祷告的问题 因着礼拜的时候站着不站着的问题 他们甚至说那些拍手的人 拍手派 我都没有听过的那个派 他们就给铸上商标 贴上标签 就那种人 这个不是韩国人和中国人的问题 人堕落以后 人里面的那个骄傲 人里面的偏见 加上撒旦对教会攻击 我们可能因为一些肢结 就造成这种分裂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教会历史的时候 无论中国教会史还是怎么样 很多的时候是分裂 表面是因为真理的原物 我们为了真理 实际上其实都是政治和人的血气 要么就是利益 所以深层的都是那些东西 人的自尊的问题 然后结果以这个神学的差异 为借口造成分裂 这个是人陷入到魔鬼的轨迹 被我们的私欲蒙蔽了心眼 所以要时刻保持警醒 在基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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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被接纳 所以要彼此接纳 当然这个不是你好我也好 没有原则的接纳 我们去接纳东方闪电 我们去接纳新天地 不是那样的 我们接纳那些在本质上 基本原理上 核心信仰上 与我们相同的正统信仰的肢体 我们不是接纳那些异端 所以细节上差异 不是大原则的问题 我们可以彼此包容 当然你要属于教派 教派有教派的要求 既然我委身某个地方教会 这个教派的公开的信仰告白是这样 传统是这样 某种程度我就要顺从 或者是遵从这个教派的特征 对不对 虽然我 比如说我们长老会 我们时跌水起 偶尔也时行进水起 婴儿洗礼 有的教派是进信会 他们不给婴儿洗礼 我坚持我主张婴儿洗礼 但是我也尊重他们这种 不给婴儿洗礼 那你不能说我是 我们彼此下爱 我就抛弃 我婴儿洗礼的主张 因为我是长老会的信徒 对不对 某种程度 我们这么主张 有我们的圣经根据 对不对 所以不是没有原则 但是我们要注意 哪些东西要坚持 哪些有自己的立场 尊重理解对方 但是不放弃自己的立场的同时 有些东西是绝对的 有些东西还在商讨当中的 什么千禧年 我看到国内又有一些人 在搞什么 千禧年 后千禧年 这个无千禧年之间争论 没有必要 争论不明白 学者们都争论不明白 你也不必要去尝试着改变别人 沟通可以 天天为着这个东西争论 没有意义 就被蒙蔽了 就被蒙蔽了 天天难道基督教信仰 只是关乎什么 千禧年 无千禧年的事情吗 是吧 你有自己的理解 主张就好了 讨论的时候可以交流 但是天天围绕这个 好像基督教全部是 已经中了魔鬼的计 我不愿意谈魔鬼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 这是魔鬼的计谋 把我们的目光 只是定将在那某个点上 其实更大的重要的事情 无论你信什么千禧年 重要的你现在要警醒预备 对不对 千禧年或者无千禧年 是将来或者现在的事情 但重要的是 你信什么样的末世论 重要的是你现在怎么样活 你管谈论将来的事情 不知道现在怎么活 那不中魔鬼的计了吗 对不对 你有什么立场 正统也好 不正统也好 问题是你有没有正统的生活 对不对 总讨论一些跟自己 实际在神的面前 生活没关系的 抽象的教义的话 某种程度就是 掉进魔鬼轨迹 我不是说教义不重要 但是诸多教义里面 末世论那个东西 学者们已经争论了 一个世纪了将近 至少六七十年了 争不明白的 互相尊重 我有这个立场 我也理解对方立场 这个立场的长处 必定是什么 互相尊重 放弃 没必要再争 学者们争不明白 我们今天要争的话 就没有意义 浪费时间 有更多重要的真理 需要强调的 为什么只是掉在 千禧年的问题上 去争论的 没有必要浪费 然后天天去 这个血尖了脑袋 去攻击别人 没有必要 是中了魔鬼的计 我认识一个 这个很有名的 网路上的一个传导人 他就全身贯注的 去做这个 我讲完这篇 到以后 我找机会 我劝劝他 有点过了 他是主张 这个前千禧年派 这个等等 你主张我尊重 我也理解他们主张 天天讲这个 批判这个批判那个 有点过了 你的使命不是只是主张千天几年 你的使命是传辈全辈的真理 对不对 是吧 你的使命不是只讲预定论 你的使命是掌全辈的福音 对不对 所以注重细节 而且那个细节又不是核心的东西 中了魔鬼的计 蒙蔽心眼了 就迷失了方向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什么是可以妥协的 互相包容的 接纳的 什么是本质的 最后我们看到 这是保罗的祈愿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主语是神 前面使人有盼望是修士的 因信将 因信就是手段 借着信将诸般的喜乐 神将诸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信 借着什么 你们的信心 信是什么 不是我信主观的态度 主观的想法 我信上帝的作为和应许 保罗一直解释的 解释的福音 当我们听了这个福音 相信的时候 这样的平安和喜乐 才能临到我们里面 离开福音 没有什么平安喜乐 天天在神的震怒和罪恶的定罪里面 哪有什么平安 和神之间的是不和睦的 没有这种心灵的平安 哪里有喜乐 也没有盼望 对不对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大脑 注意 神借着信 使你们有平安喜乐 然后使你们有盼望 盼望很重要 盼望最终在基督里 上帝成就的完全的国度的实现 教会在地上征战 功课几身 向着标杆直跑 但是这个盼望是怎么来的呢 靠着圣灵的大能 借着圣灵的大能 圣灵赐给我们安慰 圣灵给我们盼望 当然这个盼望是基于神的应许 神的在基督里的作为 应许了将来 怎么样 我们因着信这个应许 我们借着圣灵 我们相信这个应许 我们才对将来有盼望 弟兄姊妹 真信仰一定有信心和盼望 如果我对将来神的国没有盼望 我要反思 我是不是真信 第二 我现在是不是灵性低谷 或者说 我的心已经被世俗的东西充满了 以至于我更多的是爱金事 爱这个肉体的欲望 爱世俗的享乐 根本不爱神的国 真正神的百姓 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有盼望的 因着这个盼望得救 胜过金事的患难同时 因为真正的信心 爱心和盼望 它是都并存的 你不能说我只有信心 我没盼望 我只有信心没爱心 不可能的 一个真信神的人 一个一定爱神的人 一定是盼望神国度的人 因着盼望和爱神 我在地上劳苦 忍耐 征战 没有对神的爱 没有盼望 你在地上那么苦修 有什么用啊 又不是和尚 又不是道士 对不对 因着盼望才忍耐 因着信才这样顺从 是吧 因着爱神才愿意 舍己付代价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 保罗又在提醒他们 有更大的事情要关注 就是上帝给我们那个盼望 上帝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 前面已经说了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吃肉吃蔬菜 这样小的事情争了没有用 神的国乃在乎 在圣灵里面的平安 喜乐 让这些因着细节的问题 分裂的弟兄姊妹 重新回到大的这个基础上 大的目标上 让他们醒悟过来 向着那个目标追求的时候 所有的矛盾其实都 这种吃肉吃蔬菜的矛盾 可以忽视 让教会在基督里保持和睦 互相尊重 彼此接纳 一起向着那个 主应许的那个盼望 去努力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这个罗马书 我是想尽快讲 因为后面实践的东西 其实大家读了就可以懂 没必要讲得太细 有的人是每节每节讲 那样每节每节讲个 讲个三五年也讲不完 我觉得没有必要 就把大家可能也烦了 还有更多其他内容 我们要讲 所以尽快地去 点到核心的内容 我就翻过去 所以 那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众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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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